EPS的话每个法人都预估30块50块 30块我就算本益比20倍我600块 那我现在100多块为什么不能买呢 所谓紧急循环局就是说 它是有一个起伏的 所以我们要抓一个平均值 你不能说它今年赚了30块 它就会永远这么好 它不是的 欢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夏韵芬 很多人都很关注 货柜三雄为什么都躺平了 今天我们要请到江湖人称 施工的李永年 李老师 好好跟大家来聊一下 欢迎下我们的施工 施工你好 韵芬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其实我们很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 这些货柜三雄啊 明明明年的EPS30块50块 股价躺平欸 不动欸 这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 事情不多啦 只有两件而已 那第一件呢就是呢 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船呢 这个货柜轮是要带什么 带货柜嘛 对 那货柜里面通常是装的是货物嘛 对不对 可是呢最近以来呢 货柜里面装的都是韭菜 哈哈哈 装韭菜 对所以呢这个就比较不太能动了 简单的讲就是 符额太多 符额太多的话 没有一个法人呢 或者是大户 会愿意去把这个股价拉上来 让散户解套的 甚至于让散户赚钱的 天下世界上没有这种法人 没有这种大户 所以呢 因为呢这个符额太多 所以呢他就压着这个股价 就不能动 可是呢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第二个原因就是说 按照我们景气循环股 因为我们不可否论的航运股 它就是属于景气循环股 按照景气循环股的特色呢 它的股价的高点 通常是出现在它的这个景气的 它的营收的转折点上面 也就是说 它的营收 它的股价的高点 通常会出现在 它营收的最高点之前的一季 哦 还有之前呢 先反映啊 股价永远是反映在前面的 对不对 它是反映之前多久 通常是一季 那这一次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航运股的 就是货柜轮的 它们的股价的最高点 大部分都出现在这个7月初 7月1号左右 那也就是讲说 预计呢就到10月的时候 它的这个营收的营运 就应该会达到最高点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航运的它有一个特色 有一个货柜轮 它的特色就是说 每年的这个10月15号之前 就是9月到10月15号之前 都是它的这个航运的最巅峰的时候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呢 美国他们在11月底的时候 是感恩节 那感恩节的前一天 那一天开始 一直到呢12月24号 圣诞节 圣诞节 1月1号 Your New Year 对是他们的最大的采购季 那你呢 要把这个所有的货 要从这个东南亚 就是从亚洲 像是台湾啊 像是这个中国大陆 要出口到美国 不管是东岸还是西岸 你最后一班船 一定要在10月15号之前离港 哦 那这样子你才有充分的时间呢 这个货送到美国 然后分到所有的这些店面上面去 所以10月份会是业绩的高峰 对 10月15号 10月15号以后呢 那么再出货 就是一些零星的补货啦 或者是一些小规模的出货 那这些小规模的出货呢 那跟它的这个运费呢 就不能成正比了 因为呢 最旺的出货在15号 15号之前 在现在呢 今年的情况又非常特殊 今年呢 因为一直在缺船 对 缺舱 对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所有的货主 都会做一件什么事情 Overbooking 就是呢 会超额定位 超额定位 那你超额定位呢 那等到10月15号 这个最后一批货 一出去了以后 他没有这个之前 这个超额定位的 他就会取消了 所以你意思说 他会下荡下来吗 对 哇 正常的情况下 应该会这个样子 那我想要请问一下施工啊 这20年前 人家就叫你施工了 所以你应该从来没有看过 这个长榮阳明 对不对 他的股价有这么高过啊 应该 赛白酒没看过啊 没看过 赚那么多钱也没看过 那我们要怎么来观察 就是说这些韭菜该怎么办 我们救救这些小韭菜吧 我们先来看他筹码面是不是 OK 对 先看筹码面 那大家看一下 我刚刚第一个讲的就是 他们这个股价 涨不上去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呢 这个散户的幅额太多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过去这一个月里面呢 我们货柜三雄的筹码的变化 那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股东人数增减人数 那你可以看到呢 其实呢 货柜三雄呢 他们已经整理了两个月了 他从七月初开始一直跌 跌到八月九月 这两个半月以来 一直在这边震荡 那在过去这一个月里面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长榮的这个散户的 应该说股东人数的增加 他还是增加6900多人 那表示怎么样 还是有很多的散户呢 他是这个觉得说 他的股价太委屈了吧 对 是不是 每个人都知道 他今年最少赚30块嘛 今年没有传票都被人家笑 对 没有错 对不对 那现在是比较刚好就相反了 现在有传票的都在哭了 OK 好 他的散户人数 股东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表示呢 大家对于他的后市 还是非常的看好 为什么非常看好呢 因为呢所有人都知道 全世界的这个经济景气 一直在往上走 那大家想说 你经济景气往上走 那进出口的这个货物 一定会增加嘛 那所以你的传位的需求 还是会增加 可是呢 大家忘记一点 就是说我们正常的全世界平均的经济景气成长率 大概是2% 那以他现在的这个股的运费的价格 他现在几乎是成平时候的 大概是差不多7倍到10倍之间 那你想说 那你想说 景济景气呢 你要成长10倍 就是比2% 要成长的7倍到10倍 就成长14%到20% 那你才能够维持现在的运价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呢 以往后的运费 应该会下跌 那大家这个要注意一下 然后减少 他是减少的 对 然后呢 万海的人数呢 增加了很多 5379 其实大家注意 长荣增加人数 虽然比万海来的大多 可是呢 他的股本比较大 对 对不对 他的股本比较小 所以相对来讲 比例上来讲 万海的人数是比较多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一个就是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之内 千张大户 千张就是大户了 那当然了 对不对 一千张 大概一张十几万 对不对 一千张就是多少了 所以呢 千张大户增减的人数 你可以看到 这里呢 千张大户 长荣是增加了7人 那这个阳明增加8人 然后呢 万海是减少 从这边可以看出来 万海的筹码是比较凌乱的 在这三档里面 另外呢 过去一个月 法人买卖的 买卖超的张数 你可以看 法人卖超呢 这个长荣是卖超4.9万张 买超扬明3.6万张 然后呢 卖超这个万海是1.3万张 还有呢 过去一个月的这个融资的 张数的增减也是一样 长荣是增加的 阳明是减少的 万海算是减少 可是减少610张而已 所以总的来讲呢 万海的筹码是最凌乱的 所以你看我们投资真的要看 基本面 对不对 筹码面 刚基本面告诉你说 运价可能要下来了10月份之后 对不对 overbooking 可能会有shutdown的可能性 对 那另外就是筹码开始有些凌乱的 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接下来这个还有 基本面我们的EPS EPS的话每个法人都预估说 30块50块 30块我就算本益比20倍 我600块 那我现在100多块为什么不能买呢 是啊 可是问题就在这里 大家请记住 紧继循环股 所谓紧继循环股就是说 它是有一个起伏的 那它坏的时候呢 可能时间会很长 我们讲航运股 以前长荣才20块 那为什么会20块呢 因为它一直在赔钱啊 过去7年 就是从去 从去年之前的7年 航运股是赔钱的 是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要抓一个平均值 你不能说 哇它今年赚了30块 它就会永远这么好 它不是的 前面先弥补一下 对 就像去年 去年像是这个阳明呢 其实它也赚了不少钱 对 可是它今年 它一毛钱都没有配息 都没有配 先补往年的亏损 对它补前面的洞 所以这个对于景气循环股 你去看它的这个EPS 去看它的这个本益比 对啊 不准不能这样子看 不能用一般的情况看 所以你要抓一个平均值 你要把这30块 今年我们假设是30块的话 那你要跟过去8年 因为从去年 然后再往前推7年 一共8年呢 你要这个30块 因为它前面都没赚钱嘛 所以你30块要除以8 啊 这才是它的真正的EPS 所以还不到4块 你今天终于把我们解惑了 对 所以其实4块也不错了 对啦也不错了 对不对 可是呢 有没有办法达到呢 200多 让它的股价达到200多300多 那就有点夸张 那施工 接下来这三档股票 你要怎么看 也当然有一些是观股色彩的 有一些是民营的 基下好的 有一些是远洋货柜 有一些是近海的 可是大家都混在一起了 这个船票 有没有哪一张是比较值钱的 OK 好 我们从这个股 这个技术面来看好了 因为呢 其实刚才我们看了 其实基本面都差不多 对 那这个应该说配息率的话 来讲的话 可能长容会比较高一些 按照过去的经验 可能会比较高一些 那可是呢 按照技术面来看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这一张呢是长容 那长容你可以看 他最高的时候是233块 然后呢 一口气呢 就跌到了这个100多块 这个附近 对不对 腰斩了 那腰斩之后呢 大家就想说 他会不会有一天 再重新回到233 大家都会希望 从哪里跌倒 从那里爬起来 在股市里面不是这样 在股市里面 我们通常是 在哪里跌倒呢 我们就爬远一点 然后再赞钱 比较不会被打到 OK 好 那所以呢 像是这个长容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他的技术面 技术面 这是月线图 那这边已经 横向盘整了两个月了 那我们认为 他还会继续的横向盘整 一段时间 到什么时候才会停止盘整呢 再反弹一波 我们这样讲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 他的未来性 可能跟之前没有办法相比了 对对 他的营收各方面 没有办法相比了 所以他要回到原来的高点 真的不太容易 你这样会伤了韭菜的心 我不敢讲说不可能 我说不太容易 除非怎么样 除非呢 新船通通不下水 然后呢 这个新冠肺炎的事情更严重 然后让这些塞港塞船的事情 继续延续下去 对 除非是这样 否则的话呢 我们是认为说他要盘 盘到什么时候 盘到呢 韭菜都甘愿了 都下船了 对对 那船清了以后 这些大户的法人 可以做一波 再做一波逃命波 好 那才有机会 那可是呢 刚才我们也讲过了 因为呢 长荣跟这个万海 他的筹码是比较凌乱的 所以我们是会比较 建议大家去看一下阳明 阳明虽然明年 我们预估他明年的配息呢 不会比这个长荣好 长荣应该是明年配息率最高的 那所以可以注意长荣 那另外呢 你如果要求这个筹码的稳定 的话那是阳明比较稳定一些 像是如果 他也在盘啊 对 都一样都是盘 因为还是符合太多 我们再次跟大家讲 没有一个主力大户 法人会这么好心肠 去把股票拉起来 然后呢让散户解套 再赚钱的 没有这么好的人 是这个世界是残酷的 OK 所以呢 他应该还会继续盘 可是以后反弹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以筹码的干净度 来看的话 阳明的反弹的幅度 可能会比较大一些 那以配息率来讲的话 那可能是这个长荣 会表现会比较好 那至于说万海呢 因为他的股价呢 本来他一向 他的震荡幅度就比较大 比较大一些 所以这档股票呢 我会觉得说 除非你真的是高手 很会做短线的 否则的话呢 投资朋友呢 这个新手投资朋友 暂时避开心 好 施工在讲 你有没有在听 要拼还是要逃 应该心中有定见了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李永年老师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好 拜拜 你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不要忘了 按下下方的爱心 然后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也请订阅LiveToday的官方账号 就不会错过芯片咯 Today才知道 天天带你掌握 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天下午一点 LiveToday的理财分类 准时上线哦